哈囉大家好我是Stella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來分享一個我最近呢迷上買的一種彩妝品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有一點點的old fashion 就是我沒有想到我自己會現在突然喜歡買這個東西 因為以前我就是常常經過就是都不會看一眼 但我現在突然覺得這東西真的超棒 所以呢我想說來錄個很簡單的影片 如果你是很常出國就是你有坐飛機的機會啊 然後所以會有點時間可以逛免稅商店買 因為這東西呢比較多是在免稅商店才買得到 所以如果你是很常出國的人不要錯過今天的影片 今天要來介紹這三樣 就是是不是有點復古的東西 可是這都是我最近新買的 這應該我一直在想說這個要怎麼講它的 把它翻譯成比較大家能夠理解 它應該就是旅行組的彩妝吧 就是以前不是 就是我可能常逛免 所以是去出國坐飛機的時候 不是都會去逛一些duty free嗎 然後通常那種那種你知道 這種東西擺在那個逛街的地方 我就比較不會想要去看 因為覺得好像都覺得不會太好看 或不會太實用 但是就是因為我應該是上個月 我在IG看到就是 我有follow一些 可能國外的一些部落客他們的照片 就是 分享了他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呢我就看說他是在 美國機場買到的 因為我記得台灣的機場是沒有賣香奈兒的 就是這種類的東西 就是台灣機場有香奈兒的免稅 所以貴位是沒有錯 可是他們有賣這種就是旅行組的商品 所以這東西就是非常非常謝謝 有人就是幫我帶回來 這應該是我近期 獲得的最喜歡最喜歡的 彩妝品第一名 好那今天就來這邊跟大家開個箱 因為買到現在都還來不及用 下面呢就是有一個Chanel的熔布防塵套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這種盒子 喔好香喔 這種盒子是我以前沒看過 將~~ 它打開是這樣子 這個盒子本身還蠻 蠻大的喔 就是 比一般的粉餅盒 大概是兩倍的大小吧 真的很漂亮 把這個打開 將將~~ 把這個按住 裡面是長這樣子 好 我覺得可以 大家可以尖叫一下 我自己拿到的時候 就是 不停的尖叫 因為我真的覺得 太漂亮了 這邊是全部都是眼影 然後這邊是唇膏 那這個地方是他們的一種 算是蜜粉吧 然後這是腮紅 那我覺得它裡面很貼心的是 它底下 這邊 這邊 這個地方 附了兩支眼影棒 那這地方 上面 這樣子的眼影棒 那 上面呢 這邊地方 還有一支唇刷 這樣 這樣子 然後 最酷最酷的是 你們看它這個很小格對不對 想說 嗯 這種腮紅刷或蜜粉刷 不會好用 它是這樣子 但是 它是摺疊式的 它可以這樣子攤開 就變 這麼大一個 然後你收起來的時候 再把它這樣 摺起來 就可以 塞進去它 就是它設計的這個大小 我覺得真的超棒 就是這盒呢 買到現在還沒有 用過 因為我就想說 我想要拍一個 這樣系列商品的 一個影片 跟你們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妝非常非常淡 因為我沒有畫 我沒有畫眼妝 我畫了 內眼線兒一下 要摸了 好漂亮 好 先刷 棒子拿起來 不然那個灰子掉下來 總共就是 有五個眼影的顏色 刷起來是 手上這邊 我覺得 它像我很喜歡這個 上面這個顏色 我就應該會把它當真眼眼窩可以打 這個白呢 我覺得以我現在 平常打眼頭 我覺得它太死白了 我應該會把它拿來當作是 嗯 高光來使用 那這兩個呢 都還蠻適合當眼線色的 這就中間這顏色比較春夏 就我覺得這盒眼影 它就是這盒旅行組裡面 它的眼影也算是 粉質非常非常漂亮 畢竟它是 它的粉質真的非常非常好 畢竟它是香奈兒的 然後 很細 然後有這樣一點 淡淡珠光 我覺得非常非常實用 因為 它這樣眼影做很小格 其實 真的很好用 那這個腮紅呢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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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裡面附的刷子來打 因為我其實現在 沒有什麼 裝在臉上 把它的腮紅刷打開 我覺得這超棒 就是 你今天出國啊 如果你只是要 嗯 就是你出國 不管你去幾天 你就可以只帶 這一盒就可以出門 這盒應該就是 我是不是應該放到最後再介紹 好 我來打下它的腮紅 有嗎 有顏色嗎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香奈兒他們的腮紅 以前都買過好多單色 嗯 好漂亮 粉紅就是 這樣我看不太出來 自然的粉紅色 這邊沒有上 我等一下有另外一個腮紅可以上來這邊 上完是長這樣 那上面這個其實因為我一直在 一直在想說 到底是 粉餅還是蜜粉餅 我覺得應該是蜜粉餅 那口紅的顏色 我也簡單刷在手上一下 它 這一格跟這一格是 嗯 沒有亮片的 這三格是有 珠光 然後 是這樣子 顏色是這樣子 我覺得它的這個亮面的啊 就有一點點像是 嗯 唇蜜 的 效果了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一點點太亮 但 這個色 第一個色很自然 然後我覺得這色超漂亮 這霧面的色真的很漂亮 非常非常喜歡這個 就是 我覺得出國就是 如果裡面剛好有你喜歡的顏色啊 就這樣帶一盤 超級方便 就是 你的 眼妝啊 然後你的腮紅 蜜粉 然後 口紅 你可以換五種顏色 你只需要帶底妝跟一些 就其他的產品啊 但這就是可以 很節省很節省 你那個 心理向的空間 非常喜歡這一盒 推薦給你們 最近近期最喜歡的 彩妝品之一 它剛剛這裡面啊 就是 香奈人這裡面 它還有附一支 就是它的這個側面 還有附一支 旅行妝的睫毛膏 真的是很值得尖叫 然後裡面 睫毛膏就是 頭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胖 感覺還不錯說啊 嗯 就是小隻的 真的很棒耶 就是如果你是 沒有要畫眼線的人 而且它旁邊是 就是有做 就是睫毛膏的夾 旁邊 看得到嗎 袋子裡面是有一個地方可以 就是擦睫毛膏的夾 超級喜歡 就讓它有夾 好 再來第二個呢 是 這個呢 嗯 是 Dior的 那 我這個不是在機場買的 我這個是在 香港買的 因為 那是2018年嘛 它是2017年的聖誕節限定彩妝 那那時候我發現這產品的時候 我就是去長櫃買的時候 他們說就是 sorry說已經沒有貨了 所以我是 這次去香港的時候看到 就立刻打爆 它裡面真的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這邊呢 這一區是眼影 這一區是 口紅 那我把上這個打開 它裡面呢 有附一支 這個刷子 真的 非常漂亮 這裡是 眼影刷 這頭是 唇刷 那它這個刷子刷毛 真的非常非常軟 好打開上面這一層 這樣子 真的很美耶 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很貼心啊 就是眼影這樣打開 你可以 怕那些眼影粉會 可能會 飛到這個 口紅這邊 所以它口紅上面還有做一個 這樣子 的蓋子 就比較不會互相 污染到的顏色 這樣 可以這樣把它蓋起來 好那這眼影的 顏色我也先刷在手上給你們看 應該是我以前從來都不太會喜歡這種 大平盤 就是我會喜歡買眼影盤 可是呢 像今天想要介紹的就是 它除了眼影盤之外 它可能有一些 其他的腮紅啊 像剛剛那盒裡面有腮紅 有蜜粉 有眼影 有口紅 我就覺得 這種東西就覺得 你所有喜歡彩妝品 它可以 幫你放在同一個盤裡面 然後它的盤又不會說很大 剛剛那盒盤大概就這樣 就覺得非常棒 那這個裡面呢 可能就比剛剛的少一點 因為 它其實不是在機場買到嘛 它是 就算只是 就是 就只是算是那個 聖誕節的限量彩妝這樣子 那 可是我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說出來你們不要笑 我最近 就突然有點 迷上那種 這種口紅欸 就覺得 然後發現就是 如果那種比較專業的那種 呃 像是彩妝老師啊 他們其實 塗口紅不會整支塗 他們都是 整支口紅沒錯 可是 他們會用唇刷去塗 就是其實我現在出門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我其實會 我其實會 我其實會用唇筆 就是用唇刷去 呃 喔這個好黑 這個好黑 欸我的刷色非常的藍欸 等一下 第一格真的很沒顏色 好總共 聊天聊到一半 來這總共有一二六個顏色 顏色長這樣子 這格 第一格真的超淺的 完全 刷不出來 不是像光打材料 他是這樣 反正就是很 自然的大地色系 那這格呢 亮片摸著是有一點粗糙感 但很亮 那這個就是 黑色 我覺得我應該比較喜歡 這兩個顏色吧 這個顏色 真的蠻 蠻淡的 這個 第一個顏色其實 刷不太出來 那這個 他是有明顯亮片 這個 有一點粗糙感 我覺得感覺是會 掉下來的 不過 就看他 包裝以及這個眼影壓紋 實在太美 就 我就不會跟他計較那麼多 你剛剛講到哪裡啊 我說 我說就是他們擦口紅 都會 用唇刷嗎 我現在其實出門 就我有時間化 我現在就會有點迷上說 也用唇刷去刷 一些比較 可能口紅顏色比較重 因為通常口紅顏色很重的話 你就不需要這樣來回塗抹 你可能塗一下他就 就很均勻 可是 像我上面我就會希望說 好像這樣子把它 畫得比較精緻一點 所以我其實最近就是 迷上這個的很大原因之一 是我迷上用唇刷 擦口紅 那就 這真的就很漂亮 然後 因為其實 我之後應該另外影片會提到 就是我最近就是有點 愛上Dior他們家彩妝 應該是說 可能不是說他們的眼影有多漂亮 或是說多好用 但我就是迷上他們家的包裝 他們家的眼影的壓紋真的都很漂亮 然後包裝 很美 裡面附的刷子 我真的都很喜歡這樣子 好那 一樣口紅呢 一樣也是刷一下顏色 等一下 因為其實我都還沒有 我都還沒有幫他們拍特寫 那現在就要把他們破壞了 那這個口紅啊 就比剛剛那個 Chanel那個 大格還蠻多的欸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 屬於那種 一輩子完全用不完的 啊 這個好像是 這個是他的護唇膏那個顏色啊 他第一個沒什麼顏色 來耍這一個 就今天影片想說 嗯 就是 輕鬆一點這樣子 因為 最近呢 實在是 嗯 沒有什麼時間錄影片 那 其實有很多很多 新買很多彩妝品 想要跟你們分享啊 但就一直找不到時間錄 但最近真的 這東西呢 真的太想要跟你們分享 所以 這邊 超不明顯 你看他第一格 他第一個顏色就是 有跟沒有一樣 他 我覺得他好像是他們家的那個護唇膏欸 或是那種透明唇蜜 第一個顏色超淡 這第二個顏色粉紅 就是比較正常粉紅色 這個是有一點點 嗯 珊瑚 珊瑚色 這樣子 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剛剛 嗯 香奈人的那一盤 不過 因為他真的很漂亮 而且 他就是還有附一個刷子 刷具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還不賴 加上呢 因為那時候在台灣又買 買不到 所以這次去香港 就剛好有看到 就趕快把它買回來 他外面的包裝是這種 嗯 這就是塑膠吧 但還不錯看啦 外面有一個拉鍊這樣 這個也是買到的時候還蠻興奮的 應該是 兩三千塊吧 我一點沒有記它的價格 不過這台灣現在應該也買不到了 所以 這個就可能看看一些代購 或者是出國如果有看到 可以買啦 可是我覺得 嗯 感覺 我還是比較喜歡剛剛那個 這就還好沒有到很推 好再來 第三個 因為我今天總共就要分享三個 第三個呢 是我在飛機上買的 是 雅詩蘭黛的旅行彩妝組 我真的一輩子都沒有想過 我會 就是 因為我很少在飛機上買免稅品 因為 我不太喜歡坐飛機嘛 所以在坐飛機的時候 我就 嗯 就是我會連逛那個免稅 免稅商品的心情 就是有時候不太會 有時候看飛機那個 飛行的狀態這樣 那我真的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會買 呃旅行組 加上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所以我會買雅詩蘭黛旅行組 但就是因為 像剛剛 這影片我講 就是我最近就是 掉入這種 想買這種東西的坑 你們懂嗎 你們懂我意思嗎 然後 就是 就是最近 最近出國是去 去香港嘛 然後從 飛機上回來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 好像很便宜 我其實這沒有很貴 然後就裡面東西真的非常多 所以就 就買了 就我買了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會買的 因為這真的很適合 你知道 媽媽們 就是比較有年紀一點的啊 我自己覺得 然後 但它這個包裝就 就沒有很漂亮 真的 令人比較 就覺得還好 但它裡面真的是 超級實用 它外面就是 他們家那雅詩蘭黛就是好像 比較喜歡做這種格子嘛 也是 做的像一個皮夾 它就是一個標準長夾大小這樣子 打開 是這樣 兩側 它這個跟剛剛那兩個比較不一樣 是剛剛兩個就是一盤就是 帶著走 它等於說是 幫你把所有的東西都分成小小的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 它裡面呢一樣 也是有 超美 也是有四格這樣子的 口紅 然後 四格這樣子的 眼影 然後 我先都把它拿出來 等一下再刷色 然後 這個 這個腮紅 你們不覺得很眼熟嗎 它這漸層腮紅 超像酥苦的腮紅 可是我還沒有刷啊 就不知道 可是 它做的很像耶 就這個很漂亮 這有嚇到我 這個腮紅 然後裡面有附一隻 刷子 腮紅的刷子 漂亮 然後裡面呢 它就是像皮夾這樣 它這邊還有附一面 鏡子 一面鏡子 我就不拿出來了 然後 一隻 超大隻 這種正妝的睫毛膏 睫毛膏先來看一下 然後 它的這種刷毛是比較 硬的那種感覺 還有一隻 眼線筆 還有什麼 看一下這邊 還有最後一樣東西 我覺得買這就覺得好棒 花不用很多很多錢 然後 啊還有送一個 小中瓶的sample 這樣子 就是這種東西就不用花很多錢 我記得這好像一千多兩千嘛 在飛機上買的 然後 當時 它的那個免稅商品是 兩件 八五折嘛 反正就買起來很便宜 然後你得到那麼多東西 好 那裡面呢我比較期待的是 這個腮紅 你看它這樣 而且後面都是有 品牌的這些 敘述啊 名稱是很完整的 打開 我真的 沒有想過我會想買這個 欸真的很漂亮欸 真的超像蘇庫爾腮紅的 蘇庫爾一個腮紅就 兩千多了吧 就是你蘇庫爾都沒辦法買這樣一整個 然後它刷子也很漂亮 裡面有寫這個 好我來刷刷看 啊好漂亮的感覺欸 這刷子 刷子很 微硬 喔很 很顯色的腮紅欸 你們看得出來嗎 超紅 我剛剛 香奈爾的 撲很 撲很兇喔 才這樣 哎呀是藍帶這個好紅喔 不過顏色是好看的 我覺得我剛剛應該是 狗太多 加上它這個刷子啊 因為其實腮紅很少用這種刷子吧 你看它的刷子是 嗯 很扁喔 可是它超級 它是很紮實的那種 所以剛剛一刷上去 顏色就像你們看到就很重 可是 再把它推開來 就好了 嗯 好看 這腮紅OK 非常非常適合你要帶出門補妝 然後你看超級薄 就只要這樣 像它包裝做得很好 後面也有這字 你不會覺得說 你在拿一個來路不明的腮紅 腮紅OK 還不錯 嗯 眼影的話 感覺顏色跟剛剛的Diorna超像的欸 眼影是這樣 四格 看起來就還 還好 感覺有點小普通 我一樣刷在手上 喔很細喔 四個顏色 顏色 這四個顏色 刷起來是這樣 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 平常妝容比較 低調簡單 很漂亮欸 就是有點 有點偏 我覺得有點 算是微霧面吧 四個顏色還蠻簡單的 然後旁邊呢 一樣也是附了一個 這頭跟那個 刷子 嗯 還OK 眼影還不錯喔 我覺得這個 我今天拍箱完 應該會送給我媽 呵呵 因為我覺得應該會喜歡 然後再來是 口紅我最期待的 無法割愛的 這其實呢 也是有點被我解影響 因為它 前一陣子突然在那邊 毛起來找這個 你現在在看我影片 是可能 年紀比較輕的 小女生 你們一定會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阿嬤在用的 好我以前 我以前也有這樣覺得 可是 我現在就是已經到了那種 我覺得這東西 真的很蠢 就難怪那種 媽媽背的 或是那種可能阿嬤什麼的喜歡 可是這真的好美喔 好我先把這個色刷給你們看 你們就會嚇到 因為 我剛剛就是說 Chanel它有兩個色是 比較偏 有帶珠光色的嘛 那兩個色其實剛剛刷起來 我覺得我頂多只敢把它 點在唇中央 因為那顏色真的太亮了 然後另外兩個色呢 就是用它的唇刷 因為它上面應該都有封一層 應該算那是蠟嘛 所以 其實它這個都是要 稍微塗個兩三次 它才會 就是抹得到底下的顏色 但是 因為我今天所有三個東西都是今天 才第一次摸它的顏色 超級漂亮 我真的傻眼耶 我真的最不期待雅詩蘭黛的說 你看它這四個顏色 美到爆炸 超漂亮的 比剛剛香奈兒另外兩個 霧面色還要顯色 這四個顏色好漂亮喔 就超像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這四個顏色 因為剛剛 Chanel這不是五個色嗎 那它這三個是珠光色嗎 這個跟這個 其實剛剛刷起來 只有這個顏色 稍微比較算顯色 這個顏色很像 也是那種有跟沒有差不多的那種 就是微素顏色啊 可是雅詩蘭黛這好漂亮喔 我來畫 我來畫第二個顏色 好漂亮 然後我嘴巴上現在這支 是那個Dior新出的護唇膏 然後我是買102號霧面的 我讚會不會比太快 我嚇到那麼好用 因為它是護唇膏 但是它是 做霧面的護唇膏 你能想像說護唇膏 然後它做霧面的嗎 因為其實我當時買的時候 就有點半信半疑 但是 我今天第一次用 就是傻眼欸 我覺得超級好看 就是 霧面的 而且我覺得它不太沾杯 就是 比一般口紅就是那種滋潤型的 不沾很多 但它是護唇膏欸 這支我認真有推 我覺得很強 漂亮 飛機上有 然後 我記得價格真的 真的很便宜 而且我這樣就是要打折 我有跟其他東西一起買 有啦顏色比較重 因為那個Dior那個 就是我本來嘴巴上那個 護唇膏它是 老實說它是有點點螢光色 可是它是很 內斂的螢光色 我覺得它那個粉紅色真的是 很 我覺得很適合唇下 就是那支我覺得顏色比較錯過 因為 因為護唇膏我有很多嘛 但我真的 沒有遇過霧面護唇膏 我覺得真的太酷了 就是它是那個透明粉紅色包裝的 我會再把資訊放在那個 底下的產品資訊來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好 這支超然是這樣 就是我再疊在我那102上 就擦個意思意思大家看一下 好漂亮 喜歡 好那 這一盒呢 就是我覺得還不錯用 就是 你等於說你可以買了 然後 其實如果裡面的東西 你不喜歡啊 你也可以就是 送給媽媽 或是你的 好朋友或你的姐妹 因為它裡面是這樣子 嗯 就是每個東西分開了 跟剛剛一開始 介紹的那兩個 不太一樣 那這個的唯一缺點 就是我不太喜歡它的包裝 包裝沒有漂亮 但 其他的 這個我覺得很實用 因為它後面也都 有品牌嘛 然後就是你出門的話 想要戴腮紅 你可以戴腮紅 你想要戴口紅 你可以戴口紅 就如果你等於是晚上要 因為有時候口紅 不是滿讚空間嗎 就如果你等於是要去約會 去逛街 你可能想擦一個 比較低調的口紅 你就可以選這邊的顏色 那如果你再晚一點 你可能 嗯就是有比較 有Party 或幹嘛你要擦重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戴這個 然後這個非常省空間 就是你要塞到你的包包裡什麼的 我覺得這比口紅 還省滿多空間的 然後效果也不錯 真的很推薦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盒 那呢 雅詩蘭黛這個 就是 有 有嚇到我 因為它口紅 真的超級顯色的 比香奈爾剛壓的這種 出來的顯色很多 那這個呢 這種旅行彩妝盤 我覺得 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它的價格 還滿 清明的 滿OK的吧 都大概兩三千塊上下 可是通常你如果 專櫃一個 一個 可能一個腮紅 一個蜜粉 一支口紅 可能就要一千多塊 那你只能買一個 那如果你 只有兩千塊 到三千塊 預算的話 你想要買他們家很多商品 都想要試試看來用 畢竟這個東西用起來是跟 它給你試用妝的感受度 差很多嘛 畢竟它是一個 正妝商品 如果你想要先了解 這個品牌的東西 你會不會喜歡 我覺得 也滿建議可以從這種旅行 套裝去入手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家口紅的感覺啊 眼影適不適合自己啊 腮紅顯不顯色啊 等等的 就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那 最近就是 太想太想要 用這個 這三樣我新買的 旅行彩妝組 所以今天 就拍了一個影片 給你們大家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 今天這樣子 嗯 就有一點 小開箱 然後 就閒聊的影片 但我有滿認真在做刷色的喔 好那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影片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人 可以在我的頻道名稱旁邊 按一下訂閱 然後順便把鈴鐺打開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 新的影片更新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去的時候 是 寶石 是 你擦去的時候